中国粮药宣布他们会收购在 四间公司呃 谁说中国粮药最主要做就是一个 农产品炸工的业务 而收购在四间公司最主要是炸到他的 上场的这个效益跟这个产能 呃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最近就是农产品的价格大幅的往下调 对于中国男后来说他们能够把他的成本 就是减低的不小 对于他们的盈利状况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回独呃 我觉得矿大他们产能来说 长时间是一个好的一个消息 但是短时间来说我们还要留意 就是农产品会不会很大的反弹 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呃 大航的长大航的状况会可能会影响农产品的上场的呃 的水平 所以可能会不会将来有一个农产品的反弹 将会影响中呃 中国男友他们的用力这样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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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